大家好,我是小慧 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也非常感谢您本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 不宜长期服用的三类常用药 会迫害身体的免疫力 很多人都不知道 医生,麻烦给我爸看看 最近总是感冒,精神也不好 原来李大爷不小心得了感冒 并且隔三差五的就会得一场 李大爷的女儿李女士 着急的找到医生,询问研医 经医生诊断 李大爷是因为自身的免疫力下降导致的 据李女士介绍 李大爷常年的务工 身体常磕磕碰碰 特别是夏秋季节 雨水雾气大 伤口容易感染,耽误了上工 后来李大爷索性就出现了磕碰 旧吃阿斯匹林预防伤口感染 最终导致了现在免疫力下降 医生已重心肠地告诉他 试药三分毒 摘好的药也不能作为依赖而长期地吃 特别是这三种药 如果你正在长期地服用 一定要好好地了解 一,抗生素 常见的抗生素有以下的几类 比如青霉素类的抗生素 包括青霉素 阿莫斯林 头包类的药物 或头包客物片 头包派同苏巴坦纳等 奎诺酮类的药物 由盐酸佐氧 福沙氢 属于广浦类的抗生素 红霉素类的药物 有红霉素 罗红霉素 是大环内脂类 我们都知道 抗生素药物主要是用于对抗细菌性感染的 人体服用抗生素药物以后 它在我们的身体里通过干扰细菌的生命活动 来起到疗效作用 例如 它可以阻断细菌的生长或繁殖 或直接的杀灭细菌 尽管抗生素对于治疗各种细菌感染是非常有效的 但是 长期的使用抗生素类的药物 也会对人体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 一,降低人体免疫力 虽然抗生素的主要目标是杀灭有害的细菌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它们也可能会杀灭 这些有益的细菌对于健康来说至关重要 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消化食物 合成一些人体所需要的重要维生素 来对抗有害的维生物 但如果这些有益的细菌被破坏 有害的细菌和酵母就会趁虚而入 导致肠道菌群失去平衡 就会对我们的免疫系统产生不良的影响 据统计 拥有70%到80%的免疫细胞都位于肠道 二,产生抗药性 长期使用抗生素药物会导致细菌产生抗药性 这意味着一些细菌可能会变得对一种 或者是多种的抗生素耐药 从而使得抗生素无法有效的对抗这些细菌 这对个体和公共卫生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会导致一些原本可以被治疗的疾病变得难以治疗 长期的耐药性也会对个体产生很大的影响 你会发现某种药长期的服用后 渐渐的失去了药效 这会让你想在抑制病情的时候很难受 除了免疫力下降和抗药性之外 长期的使用抗生素还会对人体产生其他的一些影响 例如抗生素可能会导致胃肠道的症状 有耳心呕吐和腹泻 这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质量和营养状况 还有些抗生素会影响人体的代谢功能 研究发现抗生素会改变肠道的菌群 这会影响我们的食物和药物的代谢 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体重和血糖控制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长期使用抗生素的人 可能会出现体重增加或者是血糖控制不佳的原因 抗生素这类药物虽然在对抗细菌性感染方面 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但如果长期的使用 还是要谨慎 最好谨遵医嘱 一次用量多少包括多久服用才是最适合等等 以防止对人体的潜在破坏 导致免疫力下降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抗生素对儿童的影响有微生软 因为儿童时期是人体微生物群落发育和建立的关键时期 如果在这一时期过度的使用抗生素 就会导致儿童体内的微生物群落不稳定和失衡 这就会影响营养吸收和免疫系统的发育 甚至可能会影响身体和精神上的发育 总的来说 抗生素就像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你能够合理的使用抗生素 就能有效的对抗细菌感染 救人于危难之中 但如果不恰当或者是长期过度的使用抗生素药物 就会对身体产生一些潜在的并长期的负面影响 这就要求你必须充分的了解抗生素的影响 合理的使用抗生素以达到对抗感染的目的 同时避免对身体产生破坏 除了抗生素药物要避免长期的服用之外 还有一些激素药物也是不适宜的 比如糖皮质类 二 糖皮质激素不能经常吃 糖皮质激素日常生活中我们比较常见的 像地色米松 强迪松 氢化可迪松等 都属于糖皮质激素 这是一种被广泛用于临床上的药物 主要功能就是抗炎和抗过敏的效果 但这么说 你可能还不太明白 糖皮质激素药物的主要作用 如果你有哮喘 过敏性鼻炎 或者是内风湿性的关节炎等 那么这类药物你一定会经常服用 那糖皮质激素药物是如何降低人体的免疫力的呢 糖皮质激素的主要作用是抑制免疫系统的反应 以此达到降低炎症的目的 如果长期的使用糖皮质激素 就会使得免疫系统的反应持续的受到抑制 就会导致免疫力的整体下降 使得机体更容易的受到感染 它的药效会直接的通过免疫系统的各种细胞 来抑制免疫反应 例如 糖皮质激素可以抑制T细胞和B细胞的活性 这两种细胞在人体的免疫反应中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糖皮质激素药物还可以抑制免疫细胞产生一些重要的免疫调节因子 由细胞因子和化学因子进一步的降低免疫反应 长期的服用此类的糖皮质激素药物 还会改变免疫细胞的分布 使得一些免疫细胞从血液中迁移到淋巴组织或者是骨髓 导致血液中的免疫细胞数量下降 免疫力也会受到了影响 除此之外 还要提防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药物会导致一些其他的破坏 例如 糖皮质激素会导致你的皮肤变薄 有一些磕磕碰碰以后 身体的皮肤会更容易的淤血和破损 长期服用药物还可能会导致你出现体重增加 脸部变圆等的外在表现 如果说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只是一些人群会使用外 那下边要介绍的这类止痛和震痛的药物 却是很多人长期都在用的 长期依赖的情况下也会对人体免疫力造成破坏 三 震痛类药物不要长期的依赖 这类药物也是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能够用到的 比如 阿斯匹林 布洛芬 阿片类药物如麻菲等等 震痛类的药物主要作用就是减轻疼痛 它可以有效的抑制缓氧酶 缓氧酶是一种参与身体炎症反应的关键酶 它可以产生前列腺素 前列腺素就是一种可以增加疼痛感和炎症反应的物质 阿片类的药物是主要作用于大脑 可以抑制大脑中的疼痛感受 从而减轻疼痛 那么这些药物是如何的影响我们免疫系统的呢 对于震痛药物来说 它本身的抗炎作用 就会影响免疫系统的具体功能 长期的使用这些药物会降低免疫系统 对炎症的反应 它的一些成分还会影响血小板的聚集 还会影响免疫系统的部分功能 从而降低免疫力 举个最直接的例子 如果长期的使用布洛芬药物 就会导致免疫系统中的反应力降低 特别是在炎症反应中 炎症反应是免疫系统对抗感染和伤害的重要方式 但长期使用布洛芬的情况下 致使这种反应减弱 在感养或者是其他需要免疫系统介入的时候 就会导致免疫反应不足 使得身体更难以对抗病原体 还有阿片类的药物 一些的研究发现 它们可能会直接的抑制免疫细胞的功能 在一些的实验里 阿片类药物表现出来了它的抑制效果 它可以抑制人体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 而这种细胞在人体免疫反应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如果长期的使用阿片类的药物 就会降低你的免疫力 由此可见 阵痛药物对人体的免疫系统是有很大伤害的 是公认的免疫抑制剂 长期的使用不仅使得自身的免疫力下降 也会使得自身的免疫系统缺失 造成严重的后果 以下是一些从饮食角度来提高免疫力的建议 均衡饮食是提高免疫力的基础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吸取各种类型的食物 包括蔬菜水果 颧骨类 瘦肉 鱼类 豆类 坚果和种子类 这些食物能为身体提供必须的维生素 如矿物质 蛋白质 脂肪和碳水化 核物等 这些营养素对于免疫系统正常工作至关重要 水果和蔬菜是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优质来源 这些都是免疫系统所必须的 维生素C是身体产生抗体的物质 而抗体是免疫系统抵抗病原体的重要工具 维生素A对于保持皮肤和黏膜健康非常的重要 而这些都是身体的第一道防线 蛋白质就更不用多说了 它是身体里面所有细胞包括免疫细胞的重要构成成分 缺乏蛋白质可能会导致免疫系统下降 蛋白质的一些优质来源包括瘦有鱼类、豆类、坚果和种植类 还需要注意脂肪的社区 虽然过多的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可能会对健康有害 但适量的不饱和脂肪也是人体所必须的 不饱和脂肪可以帮助降低炎症反应 这就可以二次炎症反应 会对人体免疫力产生降低效果需要避免的是 过多的糖分和加工食品的摄取 这类食物会导致人体的血糖飙升 引起严重反应 总的来说 均衡和营养丰富的饮食是提高免疫力的关键 日常中应该多吃水果、蔬菜、骨类和瘦肉、鱼类等食物 同时限制糖分和加工食品的摄取 也应该注意保持适当的体重 过重或者是过轻都可能对免疫产生不良影响 二、坚持体育锻炼 适当的体育锻炼可以强身健体增加身体的免疫力 当然也要选择合适的锻炼方法 可以经常做一些有氧的运动 如慢跑、瑜伽等 三、要保证睡眠的质量 人的睡眠质量好的话 体内会产生更多的睡眠因子 这些睡眠因子能够使体内的白血球增加 并且增强肝脏的排毒能力 使体内的毒素能够尽快地排除体外 四、多喝水 想提高身体免疫力一定要多喝水 可以加快人体的新陈代谢的速度 使毒素能够尽快地排除体外 从而达到提高免疫力的效果 免疫是人体健康的保证 免疫系统的功能是识别和清除抗原义务 起着免疫防御、免疫质稳、免疫监视等的作用 免疫组织和免疫细胞的任何一个方面 出现功能低下失调或缺陷都会产生各系统免疫性的疾病 长期服用以上上面三种药物 不仅破坏自身的免疫系统 对身体造成损害 还可能会延误病情 合理使用药物才是一个最明智的选择 好了朋友们 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